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实不相瞒,本来这一集节目 其实是旧节目重新上载 但想想想,不是 我真的有些事情想跟大家谈谈 不如重温这一集旧节目之前 说两句吧 奥运,又是奥运 有些事情是个人喜好 大家真的不要争吵这些问题 前几天,TVB开了一个寄招 宣传奥运 曾志偉说到时 8点到11点这段黄金时段 全部都是奥运 原先有的节目、剧集都会暂停 不单是翡翠台 到时四个频道都是奥运 如果到时想暂时离开奥运 找其他节目的话 你就要自己想想方法 这个安排,当然有人赞好 有人说不好 但无论如何都好 暂在一个宣传角度来看 这次也是成功的 大家先想想吧 奥运不是只是TVB独家播 这次是所有香港电视台都一起播 但这段期间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TVB奥运 TVB奥运 TVB奥运 有正面的也好 负面的也好 笑他停止剧集之类之类什么都好 总之 现在已经帮大家 直入了奥运TVB 就是这样了 其实我一听到奥运的时候 我就想回上一届时 我是怎么过的呢? 我记得也是我刚刚开始的频道 转港电视转港TVB的时候 有六个两集 关于上一届东京奥运 一集就是说它的开幕礼 闭幕礼 另一集就是说 到底那段期间 除了奥运节目之外 我们是怎样打发一些时间的 所以我一听到TVB这样安排的时候 其实当时我脑里已经出现了 不如拿回那一集节目 跟大家重温吧 旧节目重新上载这个问题 其实我都想了很久了 今天这到这里就不再分享 因为之前在视者用的那边 已经有一集跟大家说过这个问题了 刚好今天我将昨晚有一集节目 就是说Rock和Dear Jane 我将那一集节目一开二就独立了 主要因为里面有些东西我说错了 例如那首歌歌名 我发觉我之前提过 有些集数我里面也有提过这首歌歌名 我发觉我每一次都是说错的 既然是这样的话 有些东西说错了 有些东西说漏 有些东西要补充的话 不如我展开去做两集 加一些新的资料 重新再上载上来 我发现有些网友的留言 不要说是以前的节目 昨晚那一集节目 原来他都没有看到的 所以才令到我的起心肝 就试试吧 听回之前那一集的节目 很多画面很多东西都弹出来了 还有我都客气 为什么年份上不正确呢 明明是四年一届 但是为什么日子不适合 三年 我想来想去 后来才醒起 因为那时候疫情 原本是再早一年去举办的 但是搞不定了 真的要停一停 第二年再不搞的话 没得拖 于是上一届 其实距离今年只有三年 因为我数来数来都不适合 那时候是跟星梦传奇一齐 但是为什么星梦有四年这么多 好像没有 后来才醒起 听回旧节目 例如我那时候还没改口 叫做星梦传奇 讲到星梦传奇 至于我遇到什么问题 或者那时候真的怎样去度过 可不可以作为今年的参考 大家可以听听 也是那句 喜好的东西 各有所好 大家不要为这个问题争批了 好吗 最近很多朋友都说 很羡慕你 不用上班可以在家 每天看奥运 是不是困扯我呢 他们说要上班的人 就是下午偷时间看 下班之后看重温之类 不知多羡慕 除非你是一个运动狂热 否则的话 当你全天后可以看到奥运 是不是真的那么爽呢 好了 当你闭大眼的时候 扭开电视 奥运比赛 然后新闻的时候 又是奥运 告诉你之前发生过什么事 到下午有些其他节目 缩短了 只剩三个字 之后又是奥运直播 比赛比赛比赛 去到六点六点半的新闻 又是看回刚才你看过的比赛 之后继续下落 又是奥运 我记得开幕典礼那天 开幕有多好看 大家上一集有听的话都知道 以为已经避过了那几个小时 然后到晚上 新闻又来过 新闻之后 剪辑开幕典礼给你看 连这个爱回家都是 终于等到有爱回家看 谁知道那集真是无聊到不得了 变了18楼思作是没有剧情的 整班人冲上红阶一起 看电视 对着电视解画 听闻那天 即是原先下午 若果香港队打进去下一场的话 那集的爱回家 下半段是做直播的 其实是说什么呢 就是一起看奥运 看电视 然后晚上又是重温 所以说 当你全日都是奥运奥运的时候 不是那么爽的 那这段时间 我怎样去避开这个奥运呢 除非 那天开了电视的时候 我觉得那场比赛都很吸引 那我就会看一会 否则的话呢 我干啥呢 上网看电视 上回这个my tv 对呀 我几十岁都会上网看电视的 之前呢 就是看开这个星梦传奇 那我不是一开始就已经很迷 所以最初那些 短片或者节目呢 我是没有看过的 例如他们开头 去这个 宿营那些片我就没有看了 比赛期间一些的片段 我都没有看过 那所以就趁这段期间呢 就上去看了 甚至乎连续比赛呢 由第一集开始 一边看 那看到刚刚好呢 这个奥运闭幕的时候呢 我就看完那一集的 总决赛了 那所以呢 在这个奥运期间 除了偶尔会看一些比赛之外呢 我都是看回这个星梦传奇的 那去到深夜的时候呢 不用了 就是可以避过了 那回到我自己的生活模式 就是每一晚呢 我都在那里煮剧的 那但是也有个 不是几好的事情发生 就是说呢 我煮开那些剧 也都刚好 同一段时间呢 是煮完的 那所以这一阵呢 是没有新剧 那上网看些什么新剧呢 哎呀 真可憐啊 真是 找不到一些合心 所以这几天呢 就是戏剧的频率呢 是非常之那么高的 看一集顶不顶 看两集顶不顶 我又要换的 那我有一晚呢 我真的想到呢 没有东西好看的时候呢 又上这个mytv 想回之前上去看 这个街市版的 射丢英雄传 没看过都OK啦 那我看看 咦 红楼梦哦 你叫我看一本书呢 我就不会的了 那既然 就是那么出名 我读来看看咯 看了 我想都不够一集呢 因为太眼睡了 那所以呢 我就没再看 但是 接下来会不会真的没有剧的时候 我都真的想去煮这个 红楼梦呢 真是不知道的 所以说呢 有些东西多受欢迎 多好看都好 太过密集的话呢 有时真的都顶不顶 我这么喜欢这个梅艳芳 我以前是会录下它 在电视的演出的 我有一柄的录影带呢 我真的 就是没办法可以从头看到到尾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一阵呢 他在唱着两首歌 在打着两首歌 《夕阳之歌》和《夏日暖人》 整个带都是 《夏日暖人》 《夕阳之歌》 《夏日暖人》 《夕阳之歌》 我们下集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你真死飞天爷爷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之后 记得按下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 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万一被飞天爷爷措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 是没办法够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规定的女性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这次会选你了 就像之前有兴趣的 很大的洞 或是像没人的 不妨的 不妨的